你不一定是校内网 开心网 或是Facebook的用户 但是你肯定听过他们 到底他们是基于什么概念呢 网络可以帮助你 不管是发一个包裹 或是互联网找东西 网络都可以让你很方便 从一个地方开车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路线 而人际网络可以帮你找到工作 找到朋友或是找到帅哥美女 Oh yeah 我喜欢 很简单 女朋友啊Jack 认识牛牛 牛牛的女朋友有一份工作介绍给你 这就是人的网络 我们也会叫社交网络 Social Networking 现实生活中 社交关系最大的问题 就是大部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你看不到的 真麻烦 接受问题已经被一些 针对社交网络的网站解决了 接受网站能帮你看到 在你现实生活中隐藏的人际网络 方法是这样的 首先你注册一个免费账户 再填写你的资料 然后开始找你所认识的朋友 当你一旦找到一个朋友 你只需要点一个写着 扎为好友的按钮 当你这样做 你和的朋友将会联系在一起 而其他人也会看到你们的关系 他们可以变成你人际网络里面的好友 这个最过瘾的地方就是现在你可以知道你的朋友认识什么人 而这是人有认识什么朋友 你们不再是陌生人也可以随时联系对方 这个解决了现实中的问题 因为你的人际网络可能拥有很大的潜力 就好像地图一样找到你的下一个目的地 无论你是找工作 找女朋友 或是是找一个房子 你的人际网络一下子变得很有用 试试看 就从这些网站开始啦 校内网 开心网 或是Facebook都可以 大家都在讨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 到底为什么会有金融危机呢 谢谢收看Aris 扎克 妮妮说再见 每周一到周五 不同节目 不同视觉享受 从现在开始 你有了新的选择 那就是ArisX网络娱乐媒体精彩不如错过 收看ArisX迎娶丰厚时尚奖品